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 我在九月份的时候带我母亲到厦门参加当地的旅游团 一日游的行程 去了土楼还有云水窑等等地方的一个记录 大家好 我是DJ阿周 今天很高兴来到厦门这边的云水窑风景区 逛了一下看一下土楼沿路看整个河道的风光 感觉很舒服 今天的天气阴阴的所以说不至于那么热 一路走过来轻轻松松的散步走过来 值得大家来到厦门的时候拍一下 我是在这边抱当地的旅游团一日团的 就坐一排三人座的大巴过来 那车子会到饭店接你 你只要时间约好 在厦门岛内都OK的 OK 旅游大巴到饭店接我们之后 还要去接其他的游客 所以说我们在旅游大巴就在厦门岛内绕了一圈 那这是我在车上拍的厦门地区的市区 早上的一个街景的情形 给各位参考看一下 整个厦门岛呢 规划的还算是蛮不散的 那这边厦门岛还可以向下乡下的城市 所以说看起来都是完全精致现代化的一个都市情形 对,因为我们的串bert上的串子 说出资料,要想起来 还没有人来 在把它换上了 但是我们可以依旧 在没有人来 在那边的人 我可以抢上了 这边的事 在迅速iques 我们的事 在经历的事 好的 接完客人之后 我们的大巴终于上了高速公路 从厦门岛一直要到我们去的普罗 大概车上要待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 大巴一路都是跑的高速公路 大陆这边他们在行驶高速公路 限速都是往前照他们的限速行驶 不会去做超速的行驶 感觉坐起来蛮平稳的 而且这个大巴是山海座 坐起来是很舒适的 这个车上呢基本上都可以变得起飽 这个车上呢基本上都可以变得起飽 这个车子呢本身上面会有充电的设施 山排椅的座位好处就是宽敞 坐起来很舒适 因为我们这次行程呢会在车上大概待四个多小时来回 所以说我们就会选择做山排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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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会比较舒适 还有中心楼 也就是所谓的土楼之光文化园 所有的土楼一楼一城都是做生意的 会不会少喔 对对对 就是那个点生意 对 到土楼旅游你要忍受这边的地培 也就是当地的导游都会用扩音器 这扩音器的声音非常非常的大 我记得我在在西安那时候旅游的时候 都是用耳麦就是耳麦就是你戴的是耳机 导游拿的是麦克风 一团一团的不同的频道都不会互相干扰 但是来到土楼这边 当地的导游扩音器真的几乎把音量开到最大声 从路口处进来之后一路都会看到田园风光 头顶的这个藤架应该是种的是百香果 这边盛藏百香果 那我们就先看看田园风光 在河桂楼之前大概都是这种景色 在还没抵达河桂楼之前看到的田园风光 所看到的发布都是种植霸棉 这一带也是用生产霸棉 河桂楼 这位是我可爱的母亲 这位是我可爱的母亲 在河桂楼上海风地霸 把三万两的白亿来建土楼 建了一年的时间一层 河桂楼的一层建好了 突然间割叶整村往前线来 那是新的 我想要喝喝新的吧 那我是这边的地街酒井 我 碗里的就是河桂楼 河桂楼的就是河桂楼 然后沿下去之后怎么办呢 河桂楼先生跟他讲 没事可以继续晚餐见 为啥可以继续晚餐见呢 只要到往后山上 以前往后山上松木非常多 河桂楼先生跟他讲 只要到往后山上去看 680克的松木下来打地壮 就可以继续晚餐见 你们知道为啥要松木打地壮 所以听说过 河桂千年山水泡万年松没有 松木有一层松油 或者永远都不会忽然 不是不容易忽然 所以说用松木打完地壮 又建了5年的时间 建了5年的时间 呈现在咱们眼前 在这一座土楼 是全世界上最高的一座土楼 中高21.5米 有5层楼高 最高的一座 然后建完楼之后 大家往那边开 那楼里面那边 是不是有一个红地 黑字的 写在河桂楼上 那个是正大门 外面那个不是正大门 外面那个是土楼 里面那个正大门 就是这样跟他讲 咱们河桂楼前 有一座B加档 实实在在会出高光 咱们回头往后看一下 现在咱们不能前翻了 尖尖的 咱们要不尖尖的 会尖的 矮矮的那座档 叫做B加档 这个B加档 是咱们自己都还来的 是哪里的 好 那是我们 河桂楼我几年前 曾经照好过 再加上我母亲不喜欢到土楼里面走 所以说我并没有拍一遍的情景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旅游款 都会在河桂的前面拍下 到此里面的一个情景 我们呢 因为我母亲走的比较慢 所以说我并没有跟着旅游款走 而是自己走马看完的逛逛 在这个景区 一样会看到一些小朋友在拍东西 那现在看到这个情形 是我们先要到沿水楼的桥 因为我们要常见 我们只要我们从西边 从西边这边是个变档 走到对岸之后呢 大家就会看到 整个都是沿水楼河道的框框 而且有行走和河道的景色 这边有很多小伴 都没有在营业了 我们到达的时间是 9月24号礼拜天 这礼拜天照理说生意很好 可是我发觉 这边很多店家都没有在营业 我们是受疫情之后的影响 那游客并没有多 从路口处一路走来 大概走了一公里多 会抵达鱼水窑附近的一个商家的店铺的地方 那等一下呢 我会在这附近用餐 一般来讲这边的餐厅呢 大概就像目前镜头看的 要走过这座小道 对面就会有一些餐厅 我记得我上回来 这边就是我们台湾旅游团 带来的一个 走到这边是一个终点站 在这边用完餐之后 就马上就会坐车离开 那不过我这次抱的当地旅游团 这边呢 只是一个终极站吃完饭 吃完饭 还会往后面再走两个景点 那这是我母亲 她走的是有点累 八十几岁的人 走到这边真的是很不紧 太厉害了 而且她这次行程呢 把全程都走完 我感到很幸运 难得人带她出来走走 要搞我也知道 Kennes 不知道吧 呀 要注意了 走到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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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再轮下 走到这边 走到这边 就可以向在这里 走到这边 对不起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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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很值得大家来玩的地方 从头到尾就是走路走路看看走走看看走走 有土楼那也有整个山水的一个风花 还不错值得你过来走 我母亲八十多岁都把她走完了 太太强了 是这样 ok 吃完饭之后后面的行程继续走 我们要到怀远楼 眼看的这个就是怀远楼 那在怀远楼前面一样是有种道路 那这边看到的是一些香蜜柜 那就是这样 那在这个镜头呢 我再带一下 等一下会进到左手边 这个现在镜头的左手边 这个会到虎龙寂寡 花园 会进到这里面前 这里面有一个可以的 中心楼 好的 走到走到 就进到这中心楼里面 那我就用镜头来帮各位 稍微看一下 看里面整个设施 这边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登顶 来 来 来 给你们说一下 这个都是全国自立收集的网毛 它是中占地医院的 全国自立收集的 它的比赛是中占地医院的 关注是中占地医院的 宣传对于他 他要给人家帮助 他要给人家帮助 所以他要让他们 他要给人家帮助 在一起 来 讲一下 来 讲一下 那我说的 你这边 我说这边 我说这边 这边都是在外面的 你这边都是在外面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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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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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